感谢大家收看靳远每日面经解读 今天是第31篇 题目是构造纵方形 这是Amazon全聚online的一道社照题目 题目这样讲的 很多六面闪面面有字母 能否拼一拼构成一单词 我们看一下题目的示例 输入就是三个骰子 ABCDEF代表六个面 这两个骰子是一样的 XYZ XYZ也是一样的 那目标当然拼成ZAF了 那我们可以把它写出来 比如第一个是ABCDEF ABCDEF 比如说下一个是XYZ XYZ 所以说这里面这些字母都是很飘逸的 你拼出的是AZAF 那么看看怎么能拼 这里面我就可以这么选了 那我其实就是在每个里面选择一个字母 选个Z AF 那就说明我选了选出来 是不是很简单 那这怎么做呢 那我想啊 那最简单的方法就这么做 你从第一个单子搜起 对吧 我用DFS 你看Z谁可以 他可以对吧 那我就可以选择这个 然后呢 因为只有第二个可以 所以说我就这么走 最后呢 对于A这个点呢 这次和Z 对于A这个点呢 我0和1度形式会有两个分支 但是无所谓 因为我DFS圈 搜一个分支就是A 分到A以后呢 我们一看A有 还有F F一看E有 于是呢 这个就是处 就返回了 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那但是难得在意这道题 如果你是硬搜的话 肯定有各种各样比较复杂的情况嘛 或者重复的情况 我们想知道了 肯定是能不能把它搜的更快一些 那为了搜的更快啊 我们就其实可以这么想 那我们每次放的时候呢 你就会启发式的想 这叫启发式搜索 就search的时候 我们会有启发式简直 那第一种我能想到简直 就是说 如果这里面有很多 比如说Z 这个字母只出现了一次 A跟F都出现了两次 怎么统计呢 就是你可以先把骰子 所有统计一下 存成一个道牌表 就是用字母到频率 当然你可以说Z出现在1里面 就出现一次出现在2这个里面 A出现在两次出现在1里面跟2里面 2出现两次出现在1里面跟2里面 那我搜索之后呢 那我就可以首先搜这些频率出现 次数最少这个字母 因为这些字母呢 相对来说 若容易把它消耗掉吗 或浪费掉 这样的话你就已经出现半个就不行了 这是一种情况 简直第一种啊 首先从最少搜集 另外呢 题目比如说让我早是ZZAAABBBCC 对吧 那实际上我也可以把它简单化 假设我的target啊 D 那我可以这么算 D要放一个 Z要放两个 A要放三个 B要放三个 C要放两个 对不对 那我可以用充足率 什么充足率呢 就是我里面有的个数 在减去我这里面要打的个数 比如说2减就假设这个Z吧 Z出现两次 我只有两个 说明什么 说明我这两个Z都要用在这里面 对不对 于是呢 这个就充足率是等于零的 所以充足等于零的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放上去 是不是这个简直方法了 因此呢 你就得到 如果充足率是-1呢 比如说看这里面 假设有D 它根本没有D 说明什么 是-1个 也就是说这个D 无论怎么弄都不可能实现 所以当你发现-1的时候 一定反对FORS 因此呢 你就用充足率 就是我首先针对我的骰子 来记住每个字母出现的频率 那么换出来 首先我针对DICE 记住每个字母 一直到Z出现的数量 比如1 2 3 1 另外我在针对我的target 记住我每个字母出现次数 比如说0 2 3 1 让我两个它的DIF 就是我的testing target 比如这样插着1 比如自己插的是0 那就是我的充足率 那凡是插的是0的话 那就是 而且它不为0的话 本身不为0 别插的为0 说明必须百分百迈时 我就填进去了 之后呢 我就找那些插的是1的情况 去找对吧 然后再找插是2 因为这样的话 你要每一个情况更少 同时呢 就是当你那个 如果比如说 我的这个 比如这个B吧 B B有4个 你要有2个 那当有B有4个 B有2个之后呢 那你的目标就是说 我要从4个挑2个 是C4R的情况 所以说当你没举之后呢 你可以用这种 用combination的方法 就是说这里面拿两个拿出来 剩下两个没有拿出来的情况去找 而不需要进行permutation的方法 这样的话 你就能减低很多复杂度 这是一个情况 而且我刚才讲过了 你在整个计算过程中 你就算你某一个骰子选出来了 对吧 比如说我选了一个 假设我说ZA这两个比上了 我Z已经选了 但Z那个 Z那个骰子的数是ABCDEZ 那说明什么 当我把这个Z挑出来以后呢 我这个A也会少一个 B会少一个 C会少一个 D会少一个 E会少一个 所以说我这就会少了 于是呢 我可以找当前地幅又少了 那个再去找 因此可以动态地去找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我们在整个过程中 每一步可以用启发式的方法来搜索 也就是找当前地幅最少的 那一个 如果你找到地幅是0的那种情况 就立马得到你的结果了 所以这么一想呢 你会发现这道题 就跟咱们做这个数读游戏很像的 只不过是拿DES来拼写的 所以说大家可以发挥自己脑力 来去想 当然还有种情况就是 如果DES有很多种 并且DES的字母都是一样的话 也可以把DES合并到一块去 因为这样DES是一种情况 那说个总结吧 就是最简单的方法 当然是DFS了 每次都可以 从可以选择这种进行便利 当然了 如何能优化呢 我们就是规避那些搜索 重复了分支条件 所以说我们要做两件事 一件事就是从target中 把字母将从拼传在一起 就是计算每个字母出现的频率 接着呢 其实里面还有一段话 没有写 就是你要去计算我的 那个DES里面每个字母出现的情况 之后呢 我通过比较他俩的DIF 每次选择DIF最小的那个数 进行去枚举 因为是0的话 就百分之百选择它了 而且在枚举的过程中呢 都要判断每个字母是否足够 如果有一步不足够 变成复处呢 肯定就直接是break掉了 这样的话 通过这些简直 你会把速度变得很快的 这就是这套题的一个解法 希望大家能够去 好好的去思考一下 这些神达圣诞学习法 去思路 去回顾整个题的思路怎么做到的 那最后呢 给大家一个follow up 就是如果我想拼出多个target 也就是说 比如说你DES是A到Z A到F吧 因为你有6个这个A到F的这个 那你要拼出来是ABC 那能拼出几个呢 那能拼出两个了 因为前三个SID拼出ABC 后三个SID拼出ABC 所以这套题问题就是 你最多能拼出几个你的那个target 那这个题要怎么做呢 大家可以想一想 欢迎大家把自己思考的结论 跟你的或者你的code 踢到我们视频下方 就可以去那个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大家谁能把这套题想的更完整 更全面一些 而且就算你可能想不出来 我也非常鼓励大家去多思考一下 把你能想到的东西呢 通过圣诞全球法把它写下来 这也是对自己一个成长 因为面试官考的 不仅是说能不能把它做出来 更重要的是看你能不能去思考 问题是怎么去想的 这个有非常大的加分线 希望大家能够去注意一下 那最后呢 就是大家如果想参加我的 硅谷成全必修课 也欢迎点击下方的链接 去帮您参加 那我们下节课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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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